娱乐中心梁雪亭报道 蔡天凤惨遭前夫一家残 杀害 图翻设字蔡天凤 香港名愿蔡天凤前往街 下课的女儿时 惨遭前夫一家人掳走 甚至残忍 害 知姐 直到现在仍有部分残骸尚未寻获 对此 冠雨医师也分享自己 突然理解了巴菲特所说 交朋友 不可以有穷人 江冠雨医师示警不能交穷的人 图翻设字脸书金 26日 江冠雨医师在脸书分享 我突然可以理解巴菲特所说的 交朋友 不 已有穷人 他解释 那个穷 不是通俗上的穷 而是 小心寄生上流的穷 对方会像寄生虫一样不断求 不顾及被所求者的安全 甚至性命 他感叹 是 上海是有很多自称弱势的人 却也不是真正的 是 那些人在与他人有冲突的时候 或接近他人 无法满足自己的无尽需求 一样会吃人不屠骨 惯于一失市井 因此交朋友 往来的对象要尽量 一个完整 稳定的人 指的是身心经济状况 他感 有些人也许经济富足 但是身心不完整也更不定 有些人虽然收入不佳 但是人格成熟善良为 憨厚 有些人善于博取同情 实际上心狠手辣 残 无良 但是大家在社交来往时 第一时间通过外 未必能适当判断 而有鬼遮掩倾向的人 尤其更 嫌 将关于一失市井民众 要用经验尽量看透人 从互动预知 预判与此人来往的风险 甚至煤气 效应等知识都要提早会 免得自己在不良关系 不断遭侵蚀 都不知脱身 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 要的成长必备课题 也是走跳社会的保命技能 孩子成长 到成人社会 形成人与人之间 用智慧下的界限 感谢